学习程式语言首先要先认识关键字与识别字 这支影片介绍Python的关键字与识别字 关键字是程式语言中语法功能的保留字 这是说每个关键字都有它特定的功能 有点像是我们自然语言中的动词 每个动词都是用来描述动作 关键字也是指在程式当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动作 Python的关键字有这里的35个 接下来在第三堂课第四堂课以及第五堂课 会详细介绍这35个关键字的用法 关键字大致可以分成这里的五大类 注意到这里有个简单陈述 这里有个复合陈述 所谓陈述的英文原文为statement 陈述的意思是指 陈述的执行的基本单位 简单陈述是指单独一行的陈述码就构成一个陈述 复合陈述 则是需要多行的陈述码才构成一个陈述 关键字里头这三个被当作常数来使用 首先false它是表示逻辑上的假 true下面这个true表示逻辑上的真 至于这个num表示什么都没有的物件 这五个关键字被当作运算值来使用 其中and not还有or这三个是逻辑运算值 然后这个in跟这个is 则是用来判断物件的关系 这14个关键字用作简单陈述 在稍后的影片都会详细的介绍 每个关键字的用法 这里这边10个关键字用作复合陈述 主要是用来写控制结构 同样在稍后的影片都会详细介绍用法 这里这边四个关键字用在定义上 其中cast用来定义类别 这里的dev用来定义函数或是方法 而这里async跟这个await用来定义写成函数 继续讨论识别字 先来看什么是识别字 所谓的识别字 就是程式设计师自行命名的名称 在python程式中需要自行命名的识别字 包括变数 函数 类别 方法 属性 模组 以及套件 往后都会一一以实际的范例来介绍 如何命名识别字 这里先看到识别字命名的基本规则 基本上识别字必须用连续的unicode字元 但是不可以用关键字 也不可以用预算纸 也不可以用空格 以及特殊符号 基本上识别字通常会用有意义的英文单字 或是有意义的英文单字的缩写 例如变数命名可能用var var就是variable的缩写 那如果是多个unicode字组合 可就是会用像是用底线来连结 函数的秘密跟变数的秘密 习惯比较相近 至于类别的话 它是用大写投封型 也就是多个英文单字组合 每个字母的首字母都是大写 方法 还有属性的秘密规则 则是小写投封型 同样是多个英文单字组合 但是 第一个单字的第一个字母 像是这里的m 它是小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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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